欢迎收看106年1月16号的港督新闻 我是赖昌邦 新闻的一开始 先带你来关心今天的新闻焦点 一年一次的成人免费健康检查起跑楼 只要是65岁以上的长辈 以及55岁以上的原住民 就可以到高雄市54家合约医疗院所 接受免费健康检查 高雄市政府办理凤山五全南路 开辟工程通车典礼 市长陈菊剪采宣布 开放道路通行 他表示五全南路全断贯通后 父亲街有力之街 至光华路并路凤山绿都心范围 完成后景观截然不同 活到老动到老 简单的甩手运动 相当适合上了年纪的长辈 三明区万爱里 就特别请到平甩工老师 教长辈们甩手运动 每天只要10分钟 就能活络筋骨 健康加霸离 新闻首先来关心老人免费健检起跑 凡是65岁以上的长辈都可以做检查 市府卫生局还加码补助胸部X光等四项检查 因为根据七年度的检查结果 胸部X光异常率高达六成以上 由于名额免费只有4万个 因此呼吁长辈们赶紧前往合约医疗院所做检查 一年一次的成人免费健康检查 元月1号起起跑 只要是65岁以上的长辈 以及55岁以上的原住民 就可以接受免费健康检查 检查项目除了有血压血糖 总短固醇 肝肾功能及尿袋板检查之外 市府卫生局还加码补助四项检查 我们高雄市另外编的经费 额外增加的项目是有X光检查 胸部X光检查 还有心电图以及血液检查 还有甲状腺刺激荷尔蒙的检查 卫生局是根据去年的各项检查 异常结果发现 最高为胸部X光异常率高达六成以上 其次是心电图、肾功能、血压和总短固醇等 因此卫生局特别加码增加 胸部X光和心电图等四项检查 可能长辈肺部有纤维化 或者是透过X光检查 心脏有肥大等这种迹象 其中有少部分人是要定期再去追踪就医的 但是有一部分是医师觉得说 每年都来接受检查 看他的变化情况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有高血脂、高血压、血糖高 或者是肾功能有问题的 我们其实都可以透过这项检查 来早期发现 然后早期就医 只要符合资格的长辈可以 携带身份证及健保卡 原住民长辈要多带户口名簿或证明文件 并且不要吃早餐或者保持六到八小时空腹 到54家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检查 但名额只有4万个 额满为止 因为我们的经费编列是只提供一年度 大概4万名的长辈来接受检查 所以要检查的长辈我们可以恰合约院所 然后记得要空腹来接受检查 另外40岁以上的成人 每三年也可以做一次免费健康检查 卫生局提示长辈平时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每年接受一次免费健检 如果有异常一定要回诊追踪 才能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港东新闻吴炳源赖昌邦采访报道 高雄市政府办理凤山五泉南路 开辟工程通车典礼 市长辰局检采宣布开放道路通行 他表示五泉南路全线贯通之后 复兴街由立志街到光华路 并入凤山绿都新的范围 完工之后景观截然不同 也加速整体区域提升 凤山未来发展可期 五泉南路临近凤山体育场 是居民使用率相当高的市区道路 但是对外交通常需要绕道行驶 也影响大型救灾车辆进出及时效性 为了改善交通瓶颈 市府投入大约三千五百万元 将五泉南路从立志街往南打通道光华路 我们投资后 我们的投资地区 整体发展 过来我们整个立志性政策改变 那些视野观景都不一样 就请大家更有耐心 五泉南路新批工程全长大约250公尺 宽大约20公尺 通车之后配合凤山体育园区的开发 不仅健全联外交通的服务水准 并且强化区域排水系统 另外五泉南路两侧同时设置 宽大约4公尺的人行道路 规划多处直栽带矮贯木和桥木等景观绿道 打造更友善安全的行人环境 陈菊市长表示 凤山人口全市最多 市府积极完善凤山基础建设 包括道路工程共19条 投入32亿元的经费 提高凤山生活品质及便捷交通 相信凤山未来更具有发展性 市政府打通过去没有打通这些行政 为了安全的理由 现在就投入32亿元 这里就30亿元 但是我们未来 逢山地区 比作是我们高雄未来 人口最多 我相信也会发展最好的一个地区 我们市政府未来 一定会继续在逢山地区 陈菊市国家的主缘 五圈南路开辟是凤山绿都心 凤山旧城区再发展计划 六个子计划中的一项 之后公务局还将和社会局 教育局合作 进行凤山体育园区的改造 以展现凤山的宜居环境 请佑杰 掌声鼓励 港都新闻综合报道 你也在公园里看过甩手工吗 这种简单的甩手运动 相当适合上了年纪的长辈哦 三明区湾爱里 就特别请到平甩工的老师 教导长辈甩手的运动 每天只要10分钟 而且空间不用太大 就能够活络筋骨 湾爱社区的长辈们 每天这样动一动 每个都健康吃饭你 双手平举自然往下摆动 这种简易的甩手运动 相信许多人都在公园看过 这天平甩工的老师 特地来到三明区 湾爱社区活动中心 教阿公阿嬷如何正确甩手 甩的手的部分 就是我们用一个钟摆的方式 它是完全不用力 借着钟摆的方式 去达到一个很好的循环效果 透过专业老师的指导 重复的动作 10分钟下来 长辈们一个个气色红润 精神饱满 像这位笑容亲切和蔼的阿嬷 不说还真不相信 她已经高龄88岁 对于第一次学习拼甩工 感到相当满意 说说鞋都会缺乏鞋 都会缺乏鞋 都会缺乏鞋 所以我们的里长就这样 这样很夜心 叫我们来 叫人来教完 这样 这样 那害了的辛苦 有更轻松吗 有喔 听着这样 更舒服 重要的是说我们 这些钟摆 他可以 可以 磅磅磅磅磅磅 可以做运动 在这里学习了 不一定说要在这里学习 我们等一处之后 那不关系 早上去乘五营五 有空闲时 有空闲的时候 我们就都可以来 这样顺畸地来做 再来看到这位阿公 自从两个月前 接触萍水工 就急着跟我们分享 萍水工对他带来的好处 我觉得很好 有一遍 我晚上睡不觉 睡了 在那儿睡到 差不多买一点 我就起来开开开 太早要整百分钟 倒下 我们转到困难了 在现在一个 非常压迫的一个环境当中 大家要放松很不容易 所以透过萍水工 他们是很容易 让我们的长辈 甚至是每一个人 他都可以达到 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 要活就要动 不论任何年龄 只要多运动 就能增加血液循环 提高免疫力 改善疾病的威胁 欢迎您有机会 来到万爱社区活动中心 跟长辈们一起动动手 动动脚 健康吃饭的 港都新闻 张世民罗绍军 采放报道 继续来关心健康的议题 日前有一位12岁的高小妹 因为贫血肚子痛就医 经过证疗后发现 高小妹的胃里面 居然有罕见的淋巴瘤 由于这种淋巴瘤 是受到幽门感菌感染所引起 而且大多发生在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幸好经过高一团队放射治疗之后 目前已经健康痊愈 12岁的高小妹 今年2月因为贫血及肚子突然剧烈疼痛 妈妈带她到医院看诊 居然发现胃穿孔化膿 抽血检查后判定是罹患罕见的 胃黏膜相关组织的淋巴瘤 在所有详细检查还没出来之前 它就发生了胃穿孔现象 就胃穿孔我们紧急手术之后 把穿孔部位做一个修补 可是在病理报告下 发现它是一个码头码 那这是一个属于恶性的一个淋巴瘤 那发生是在淋巴结之外的一些器官 医院一开始给予高小妹抗生素治疗 效果并不离散 因此转接到肿瘤科 接受根本性放射治疗 但考虑到患者年龄较小 因此尽量避免放射线对甲状线 卵巢等部位 治疗疗程大概一周做五次 总共治疗四周 那剂量是三十个格雷 那治疗中间我们还帮它 侦测了一些甲状腺 乳房跟卵巢器官的一些 荷尔蒙的一些功能是正常 而且剂量承受下也是在极低的值 大概0点整个疗程 0.08个格雷 那这是在安全范围之下 不会造成后续的一些 副作用的发生 未粘膜相关淋巴组织的淋巴瘤 是非常罕见的肿瘤 肾行率只有三十万分之一 且大多发生在六十岁以上的中年人身上 医师研判与幽门感菌感染有关 幸好高小妹经过高医团队 多样且专业的治疗后 目前已经健康痊愈 港督新闻 吴秉原罗绍军采访报道 太阳能发电议题究竟有多夯呢 国内一家节电大厂在高雄召开说明会 就吸引了满场的民众 他们对于装设太阳能板之后 要自家使用或者重电赚钱 都各有盘算 业者表示以南台湾平均太阳光照 时数来看 装设太阳能板确实充满不小商机 节电厂商召开产品说明会 吸引满场民众前来聆听 当中包括商用机种及工厂使用的机种 都在强调如何提高发电效率 有效节省电费 而最夯的莫过于蒋台前方 这个太阳能板 透过太阳能板发电 究竟商机有多大 相对的在台湾 我们南高雄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地 你看到很多 像八八峰在以前那边 那边一样 这整个余温都是 都是变成一种另外一个产业 这是 所以它都是以日照 来做一个成本的一个 因为日照越长 它的产电的能量就越大 相对的回收时间也越少 台湾现在目前 4.8小时 4.2小时的这个状况之下 大概也都是在三年 顶多五年 它就五年到七年 顶多以前是十几年 二十年 现在不用了 三到五年我们有信心 在五年内 五年内让它去回收 高雄市政府 先前为了解决 铁皮屋的违建问题 希望透过加装太阳能板 让违建户就地合法 尽管这部分 各方意见不一 但太阳能板发电 确实除了绿化环保之外 也充满着不小商机 目前来看 除了民众自家装设使用之外 透过大面积空地 重电栽卖回台电 赚取利润 询问度最高 在这个法规的情况之下 不要超过五百k瓦 五百k瓦就是五百度 为什么呢 因为五百k瓦以上 它就是要做环品 环品又走到另外一个程序去 那可能要两三年 比较长 你大概都499以下 那很OK 那经过申请都很容易 如果存经济价值 那当然越大越好 那越大越好 它回收成本比较快 大概是这样子 至于自家屋顶装设太阳冷板 究竟能否符合成本效益 厂商也有概算 大概中一度电 要使用大概三瓶 这是最大的一个极限 三瓶 三瓶中一度电 如果你三十瓶 你除以三等于十度电 一个小时产生十度电 那么假设光照四点五小时 等于讲是一天下 就产生四十五度电 产生一度电的设备 整个设备 total加起来 大概台币大概是在 八万五到十万不等 刚刚是十五电嘛 这是八十五万嘛 大概是这个样子 你可以按照这个比例 这个去换算一下 不论是大面积重电贩售 预估十年内可以还本 或是自家装设太阳冷板 成本效益高低不一 毕竟高雄日照充足 适合发展太阳冷产业 在太阳冷板厂商推波助燃之下 太阳冷发电将会越来越受到关注 港都新闻张世民王思午 采访报导 相信很多人逛街走路的时候 都会遇到道路不平 而摔倒或扭伤的窘境 尤其是店家前的棋楼忽高忽低 幸好市府公务局正在推行棋楼顺平计划 只要店家同意就能够进行施工 跟着港都新闻的镜头 带您来看改造相当成功的 林雅区正眼里 走路逛街的时候 尤其是女孩子又穿着高跟鞋 最怕遇到棋楼不平整 因为很可能一个不小心就会跌倒 相信你我都有同样经验 不管是逛街买东西 还是出门恰工 商圈棋楼一会高一会低 走不到两三步就得注意路面落差 摔倒扑空的大有人在 王思午会不会觉得这样不太安全 好坏 就是可能有时候穿鞋 会跌倒 会踢踩空或是 就是踩空或是 就是往前铺倒的 有别人先前走路遇到的种种障碍 记者现在来到的是 林雅区正眼里 明显可以看到店家一家 连着一家中间齐楼 没有任何的高低落差相当平整 因为往往以前 大部分店家都是用磨石子的 现在我们市政府用这种石英防法的 然后我就赶快跟店家沟通 也请店家他们要同意 然后会影响到他们 齐楼的生意大概是两天至三天 一般店家了解之后都非常同意 从早期容易滑倒的磨石子地板 到刚完工的方滑路面 明亮又平整 不止店家改头换面 更不用担心用路人发生意外 如果说雨天啊 各方面的话走起来也比较平 比较不会想说 有时候不小心会跌倒 有些状况这样子 就完了以后看起来就是很整体 而且路人走过去都会进来看一下 哇 怎么变这么漂亮这样子 已经进入高度发展的大高雄 商圈平整计划终于陆续实施 目前林雅区的正眼里 就是施行齐楼顺品计划相当成功的区域 因此公务局也呼吁店家民众可以经由 林长申请施工共创便利安全的行走环境 港督新闻林家敏罗绍军采访报导 您出门在外有戴口罩吗 最近空污议题受到严重的关注 尤其高雄是个工业城 空气品质三不五十就会超出标准 为了健康着想 除了出门在外戴口罩 很多人会选择购买空气清净机 改善家中的空气品质 业者也表示 这几个月销售量明显增加了五成 你也发现了吗 最近几个月高雄的天空 就像蒙了一层沙 总是灰蒙蒙的 路上行人也都戴起了口罩 就怕吸入过多的PM2.5 危害身体健康 最近这几天就是空气比较好 就一定要出门要戴口罩这样子 你了解 那家里有些东西 有 家里都会有开空气清净机这样子 感觉最近空气品质不太好 有啊 有吗 都会用什么防控措施 戴口罩 除了出门在外戴上口罩 减少空气污染的西路 记者也实地来到电子大卖场 据了解去年开始空气清净机 不但明显增加消费者询问 更带动了整体市场销售业绩 那现在的销售量的话 几乎都是成长一倍以上 几乎每个月可以成长到原本的20台 增加到40台 那再搭配我们现在的活动来讲的话 几乎都是可以帮三倍再成长的数字 只不过市面上标榜能过滤有害物质的 清净机白白款 广告上专有名词又一大堆 到底哪种才能真正有效达到清净效果 为此业者也归类几种 说分明 它最主要的话 它是完全不用耗材 而且非常省电 它是利用静电吸附的原理 把那些脏的东西 PM2.5 甲醛 异味 把那些脏的东西把它吸附它上面 之后的话 你完全不用没有耗材的问题 你只要清洁它里面的静电集成盒就可以了 清洁里面这一块 一般人会觉得 清洁机的话 我买清洁机之后 是不是都不用清洁打扫了 其实不是 清洁机不是吸灰尘 是吸附那些有害的东西 PM2.5甲醛 异味 烟味 这种东西 所以你买清洁机 其实还是要打扫 了解这么多 专家也提醒 台湾地区湿度高 温度也高 戴上口罩和家装空气清洁机 都只是防范空污的一小步 减少七机车废弃排放 和随手关掉电源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 才是真正降低空污的重要开始 港都新闻 在地的鱼产品给亲朋好友吗 那就锁定1月16号 每周一晚间9点首播的高雄亮起来 无论是这种即开即食的方便料理 还是休闲零嘴 就连新鲜的鱼块也都有 而这些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产品 你知道吗 可都是来自高雄的鱼产品 因为高雄拥有先天的地理环境优势 所以就有高雄无保的美誉 远洋的三大鱼获物鲍鱼 鱿鱼 秋刀鱼 作为我们代表性的远洋物种 那以及养殖类的石斑鱼 及施木鱼 这两样这五种 并称为高雄无保 鱿鱼 秋刀鱼 其实九成都来自于高雄 那我们的鱼业的产量 每年高达70万吨以上 那产值超过300多亿 那这么多 不管是产值产量 高雄都占全台的一半以上 这么好的东西 最好的海鲜食材 都来自于高雄 永安的石斑鱼 因为采用有钻石水支撑的 冷排海水养殖 所以肉质鲜媚 是文明全台的高品质商品 再加上鱿鱼 鱼 鱼和秋刀鱼的捕捞 以及冷冻保存技术先进 才能一年四季都可以品尝到 新鲜高品质的鱼产 而高雄的施木鱼 也不输以施木鱼文明的台南 高雄的施木鱼养殖 其实它真的要大家的推广 因为它是有餐海水的 它是有咸度的 然后它养殖的水深是比较高 所以它比较不会有土味 所以它的优点就是 它是稍微减水的 它没有土味 所以它吃的就是结实 比较Q弹 吃过高雄的以后 你就知道什么叫好丝木鱼 为了让高雄五宝的经济价值 可以延续更久 市府海洋局 还跟许多加工业者合作 推出高雄海味的品牌 让全台湾甚至是全世界各地 都可以品尝到来自高雄的好味道 每一家渔会 或者是每一个食品的业者 来单打独斗的话 那其实是不是很累 那其实市场也没有办法 更拓展或国际化 于是海洋局就决定 要使用一个比较共同品牌 所以我们创建了高雄海味 代表一个是优质 一个是符合食品安全卫生 另外它也大大的去 跟其他的县市政府 甚至是国外的一个海鲜的食品 有一个明显的产品区隔性 过年就快要到了 还在烦恼 不知道要送什么高雄在地的伴手礼 给亲朋好友吗 还是想要为今年的年菜 加点海味呢 那就要锁定1月16号 晚间9点播出的高雄亮起来 告诉您有哪些适合 年节使用的海味料理 港都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请看港都生活讯息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前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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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至周六 晚间六点 最关心高雄的新闻 港都新闻 你的声音需要被听见 高雄的未来不能没有你 高雄的大小事 需要你们为一起来关心 请听在地声音 关心在地生活 就在高雄现场 每周二晚间九点 在第四频道的高雄现场 等你来call in 从海洋阅读生命的波兰 从记忆阅读不朽的匠心 从一种坚定 阅读追求初心的感动 从悠久文化 阅读高雄在地的韵味 每周三晚间九点 和您一起月高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